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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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时尚内衣领导品牌都是丽人 以及陈中耀一次就一勺的小名人牌小儿解感颗粒 现在大家可以参与新浪微博歌手是谁的话题互动来赢取奖品 本栏目现场观众的奖品是由全球家具用品特卖频道 环球购物特别赞助的本栏目微博微信的互动奖品是由索尼中国特别赞助的 在这里表示感谢 电视机前还有手机前电脑前iPhone的观众朋友们 您也可以下载优酷土豆APP同步网络 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登录优酷土豆专题页面报名 歌手是谁之假唱大战 您将会有机会被我们的节目组选中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 赶紧拿起手机微信摇一摇来净开真假 如果您猜对的话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索尼自拍神器Kawaii 摇起来 摇起来 好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两位嘉宾可以说是颜值爆表 掌声有请 你真正好看这里 太紧张门线 小心 英雄闹上就要出现 最两个人的第一 红色 大红豆 绿豆 抓抓抓抓抓抓抓 不见了他 恋爱 男朋友 很好 很好 幸福 一见在温和这里 有请问新嘉宾 柳妍 讲心 加油加油打大气 我给你人工呼吸 你的冠军 我是奖品 Oh my baby you and me 红豆 大红豆 绿豆 女号子 你好 你好 好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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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二位 你好 你好 小鑫你好 今天我说的吧 我们现场是颜值爆表对不对 而且他们两个人被遇为一个组合 你们两个人是 金城二美 我是金城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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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哥哥是金城五 奖心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一般我们的嘉宾都是来一次 就是你来二次 所以你也是金城二嘛 所以我就金城二嘛 对 你上次来的战绩怎么样 非常好 输了 输得很开心啊 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 我总结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要相信刘谦 那我稀许经验 柳妍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但是柳妍现在很厉害 不仅仅是主持演戏 然后自己还出了两张EP 但是两位 今天我们要女人为难女人 二位请就座 我会赢的 今天除了你们二位 我们现场还会有帮助你们的我配天团 来 女神 女神 在现场 我配天团 为两位明星保驾护航 孙潇潇 孔连顺 李博尔 刘维 谭湘君 其实今天在现场的 我们这六个都是金城六朵金花 我不想跟你播播歌 上次我记得 波尔你好像没有支持奖心 所以今天我这个 这一次我们支持 那个娘娘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 娘娘生气了 为什么娘娘 我还要我那两个 娘娘 你上一次都输了 你还敢要她 刘维 你今天你到底帮谁 想好再说话 想好再说话 娘娘 那个啊 我帮娘娘 我在想她还是 她还是到大楼那边去吧 我不要她了 我不要她了 因为上次就是因为要了她 所以我输了 这次把她安排在那边挺好的 你会啊 可是你连她也不要 你还要谁 除了她我都要 我们的现场会有六位选手 这六位选手都是来自于歌手是谁之假唱大战的 同时还有一位经过特殊包中的X选手也将会出场 他们会进行三轮的较量 然后从中请你们二位 选出谁是真正的歌手 并把她留到最后 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位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战 也要为身后的100位粉丝而战 如果你们留下了真正的歌手到最后的话 你们身后的每一位粉丝都将会获得全球价值用品特卖频 到环球购物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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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也要知道 如果他们输的话也是要接受惩罚的 我试过了 接下来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引导大师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引导师刘谦 有请歌手是谁 归领引导师刘谦 哈喽 所有现场的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电脑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歌手是谁》 刚才在会台听到有人说 千万不要相信刘谦 他说的 谁说的 谁说出这么愚昧的话来呢 我也觉得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因为他上次来的时候呢 还是在节目的这个 刚开始播出的时候 所以他不知道后来我们的发展 我们出现一套规律 如果不相信专业 通常都会得到悲惨的下场 对啊 你不相信我 对 你不相信 相信我 你为什么不相信刘谦老师啊 悲惨的下场 下场 一定要相信刘谦老师 歌手是谁 即将开始各位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谢谢刘谦 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轮 他有歌手的范儿吗 歌手是谁 请现身 歌手是谁 第一轮规则 他有歌手范儿 六位选手 以假唱形式出此亮相 两位嘉宾通过观察表情 口型和动作 来分辨真假 并在六名选手中 各自选择一名疑似假扮者 进行真实演唱 叶明身份 叶明身份 一群舞剧 降与歌手 旋转 然后两位候选手 监督 女嘉宾 有目的 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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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直努力 努力 永不放弃 才可以改变世界 要梦改变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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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欣 这一次的level跟上次是不一样的 看得出来了吧 看得出来 选手呢一次比一次更专业 对 而且我跟你说 自从上一次录节目之后 我们发现有几个选手会参加在里面 就是明明唱得很好 但是还会故意装得唱得不好 他们是以 愚动来宾的这个这个智商为乐 他那个全球想要骗你而已 所以这几个看起来 其实是很难分辨出来的 我觉得现在的舞台越来越大盘了 连钢琴家都来了 对 云迪你唱了丽红的歌 他某个角度像云迪 某个角度又像朗朗 你们觉得吗 是 我让他愚愚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云迪朗朗mix 也就是混合体了 我的这个侧面 就特别跟云迪有点像 可能是头发有点绝 我的正脸呢 就比较像朗朗 比较胖嘟嘟的那种 所以都说我是他们的混合体 那你肯定会弹钢琴 对 如果不会弹钢琴 你真的就辜负这个长相了 第二位 您是 现在是 大学的现代音乐学院的学生 你会相信我 我是冲着你来的 那你就是殉痴 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的 因为他怪哥最忌讳的 就是晃动太大 在不该跳的时候 你会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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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着柳妍来的是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柳妍姐姐的很多 节目都很好看 还有你的舞蹈功力也特别好 我之前也是学过中国舞专业 想和你互动一下可以吗 是不是阴痴还没看出来 花痴是已经看出来 可爱啊 您可以和我一起下腰吗 下腰 我看那你先展示一下好不好 慢点 我示范一下正确的下腰 是不能有任何的抖的 等一下 等一下 老师我给你啪一下鼻血 对 但你这个互动真的有问题 为什么下的这么不稳呢 但是这和唱歌没有关系 你也知道唱歌没关系 你非得是拉我上来 因为我想和您近距离的接触 第三位是 我叫孙肖磊 我是就是金融毕业 但是呢我是一个歌手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的副业是开一个宠物店 这个蛮复杂的一个人格 听起来好像性格比较分裂 我今天也是带上了我的马里奥 对 我今天是来送礼的 对 她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密带物 她是会滑翔的那个飞鼠 有言姐姐 可爱 你要不要来一下 有个喜欢的话 我就可以来送给你 她现在几个月大呀 她现在已经一年了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吃你的 有言 小心她流鼻血 我不能养她啦 因为我为要跟电视机前所有人讲 不管你养的是狗狗猫猫 任何的宠物 她不仅是带给你生活的快乐的 也请对她的一生负责 好好地对她 行 来听听我们场上 唯一的一个女孩子说什么吧 大家好 我是深情公主黄欣欣 现在经营一家舞蹈工作室 不知道亲爱的蒋欣姐姐 还记不记得我 你把牛仔短裤换上 我可能会记得你 我爱你 这个你支持我来吧 亲爱的 你们猜她是谁 她是谁啊 她是教花千古教夏子勋跳舞的人 来一个 来一个 谢谢 谢谢 谢谢娘娘 美美的 下一个那个刘德华那个 哈喽大家好 我叫吴希龙 我叫吴希龙 其实我今天来这儿呢 主要是任亲来了 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剧院 学姐 老乡老乡 学弟学弟 这两个都可以拉关系的 你是学音乐剧的什么 我学音乐剧的 你学音乐剧啊 他其实讲话都充满了节奏感 他都会这样 你知不知道 我其实是音乐剧的 一个可能 要么就是常唱歌 要么就是常跳舞 会自然而然会有这种 是我也会 但也有可能是伪装出来的不是吗 身份也是伪装的 连哪个学校都伪装的 是有可能的 哇 好想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都自我介绍呀 急什么 急什么 请冷静 请冷静 慢慢来 How are you I'm excellent How are you I'm okay Cool Thank you 这是纽西兰来 新西兰来的 是吗 你怎么知道 一瓶就知道 真的真的 Where are you from 我从魔戒的家乡来找信息 哦 是是是 真的可以这样拍完 小意思 小意思 而且老师 我一定不会告诉大家 你那儿有台本的 您很会唱歌吗 我一定会唱歌 哇 好帅啊 好帅啊 没有我们两个理由 让我们相信你会唱歌 其实我会弹吉他 我最后的歌是弹吉他唱歌 所以你一定相信我 OK 还有第二个理由呢 我觉得我的声音 证明我自己 帅哥 觉得怎么样 他是不是很喜欢 你还清醒的吗 感觉冷静 已经进入入定的状态了 原来现在听不见人话了 觉得呢 他一看就是歌手的样子 但是外国人呢 他们是很喜欢表演的 就是天生就比较放得开 所以他有可能是 完全的是表演 很重要 漂亮吗 非常漂亮 我跟你讲 外国人觉得中国女孩 漂亮的就是丑的 因为他们的审美观点不太一样 其实我今天有礼物送给 两位非常漂亮的嘉宾 你看 是截子 你能送给他们各一个是吗 对 在中国送戒指 一直只能送一个女生 不能送两个的 是吧 这个叫做花心 不行不行 这两个你只能选一个人送 他或者是他 你为什么给我这么难的决定 就是我们看得出来 你有没有眼光的时刻 你们多搞 我刚刚不穿鞋的样子 你看到了就162 我160 我160 我的兄弟是 张鑫 张鑫 我160 你可否自己施放同标拒绝吧 他 大家好 哦 好贵哦 好贵哦 戒指是给还是不给啊 太大了 太大了 乍看之下今天我最冷静 因为现场女生只有一个 更多的线索来临之前呢 我要给你们60秒的提问时间 60秒倒计时开始 谁出过唱片或出过歌曲 请举手 这必须真实啊 好我们的外国帅哥 你弹吉他的话 那你自己有写过歌吗 对我自己写的歌 写了多少首 很拨很拨 好现代音乐学院你的 现在成名的歌手有哪几个 江亦荣还有其他的 有点忘记了 算了吧 李云迪 嗨 你好 我很喜欢王力宏 我很喜欢你 我想问一下 你是弹钢琴的 对我是弹钢琴的 钢琴有多少个键盘 这个我还真知道 你说黑键白键各有多少 白键和黑键加起来一共是88个键 黑键多少白键多少 没有这样问的啦 我就这样问你啊 反正我是知道的 我算一下啊 你真的知道吗 应该是52个白键加36个黑键 黑 对 是吗 我知道啊 黑键白键是一排白键一排黑键啊 对 时间到 好那现在进入30秒 思考的时间 那30秒呢 请你们仔细的思考一下 我们要从这里面挑出两位 你们觉得是不会唱歌的人 让他们离开这个舞台 我是云迪朗朗mix 也就是混合体了 现在是现代音乐学院的学生 我叫孙霄蕾啊 我是金融毕业 但是呢我是一个歌手 大家好 我是深情公主黄欣欣 其实我今天来这儿呢 主要是任亲来了 我从魔界的家乡来 找信息人 这里面你要挑出一位 你觉得不会唱歌的 歌手是谁 江青蕾 安安是假扮者 你可以重选吗 我最喜欢她 没用的 就是因为你喜欢她喜欢你 她从头到尾没有向我表白过 我凭什么要留她 好 好 接下来换柳妍 请选择 歌手是谁 柳妍玫 黄欣欣是假扮者 什么理由呢 为什么是她呢 我选的恰恰是我认为 她应该是歌手的人 因为我觉得她会跟你在一队 而且如果你选她 你一定会赢 所以我先把那个人给去点 有啊 那我是需要有心机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同盟啊 你想在剧组结下 那么深厚的友谊 我感觉柳妍玫 不在乎她是不是歌手 她只要摧毁你的心智而已 摧毁的还必须是歌手 所以你们俩成的功能是吗 是吧 对的吧 这战略是对的吧 对的是对的 对不起啊 你是我们战争的牺牲品 柳妍 你比小青姐还可怕呢 退下 退下 你还知道 娘娘 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我现在最有兴趣的事情 你会知道这两个人到底会不会传播 我们现在男生来试唱一下怎么样 对的 假的假的 他就是假的 这个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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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简单的 这是一首简单的 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 我想我很适合 带一个歌颂着 青春在风中飘着 你知道就算要 你让我坐车时颠倒 我也为你怀抱 守不了感情都陪你来到 写下我独瞄如念那爱的理想 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忘了 我也不会奔跑 想不了夜夜夜不远的苍老 写下我世界和青春交错的春风 又去了又去了 哎呀 哎呀 东风风行歌手是谁 请验证来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手是谁 由东风风行独家冠名 本节目官方指定产品都市丽人 听好歌曲 穿好内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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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但专业 你没有学过唱歌还是真的学过 学过 学过 对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专业 心心非常的稳 他能唱的这么好 如果不出唱片真的是太可惜了 看来大家是对他的这个实力哈 特别的惯心就在 对 这很可惜 而且我觉得娘娘今天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加小心 哇 柳小主真的是 真的 你们都知道我没心了 我都精成二了 我还能用什么 但是比赛就是要认真啊 如果不认真 就是不尊重这个比赛 娘娘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 柳谦老师 你今天站在中间 是什么感觉 我妈站在中间 她感觉自己萌萌大 我们自己这一期好没存在感 真的 你们五个加上我 咱们就有智商了 对对对 加油加油 加油了 用心成就美好生活 东风风行 独家冠名歌手是谁 风行汽车 首款全能家用7座MPV 风行S500精彩登场 本栏目官方指定产品 小明人牌小儿解感颗粒 纯中样一次就一勺 关注歌手是谁 微信公众账号 玩官方游戏 投票支持你所喜爱的 明星阵营及明星 您就可以获得 明星签名账 以及精美的大奖 关注歌手是谁 微信公众账号 玩官方游戏 进入高分排行榜 直接入围歌手选拔 并赢取好奖 接下来第二轮 马上开始 歌手是谁 第二轮规则 这是他的声音吗 四位选手现场演唱 如果是实力者 是本人演唱 如果是假扮者 是他人代唱 两位嘉宾 在四名选手中 各自选择一名 一次假扮者 进行真实演唱 叶鸣身份 我是云迪朗朗mix 他怕是会唱的 嗯 你看他紧着条呢 他在这紧着条呢 这都不要懂 他看他最用力 有一句感慨 一句感慨 他有明星像 我还能够跟谁 对待 在你关小门之间 替我再回头 你看到最用力 你看他没有 是他唱的 哎 我觉得是他唱的 是他唱的 哇 怎么这么软弹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 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 还是真的 只教你能愉快 谢谢 谢谢 李玉邦的 我叫苏玉焦蕾 我是一个歌手 那一年的雪花飘落 梅花开枝头 那一年的花金翅膀 留下太多愁 我怎么觉得他唱唱的 他挑衅我们 来来来来来 手手手 一生与你去几番轮回 为你勾 剪蒙管 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 懂得不懂 懂得不懂 就你说呢 爱分之在一瞬间 除非在一瞬间 真的 真的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真的 都是真的 有眼光 觉得这两个人如果是演的也太恐怖了吧 没有但是我觉得演员不会这么有歌手范 这两个都太有歌手范了 但是我觉得云迪好像更淡定一些 嗯 见惯了大场合 他笑起来很像真子丹你不觉得吗 啊 诶笑笑 原来你的签名叫云朗丹 孙肖肖妹妹 请你大声说说我的名字好吗 呃你是那个李玉刚 我叫孙肖蕾 哦真的吗 妹妹 妈妈一定要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是任亲来的 啊 啊我爸爸干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啊 他叫孙肖肖我叫孙肖蕾啊妹妹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不是肖肖你的 你爸 肖肖这是你一父一母的亲生兄妹 所以在这个台上你不支持我还有谁支持我对不对 我支持 你是不是支持我我是不是一个歌手 是是是是你说啥是啥 ok 那就ok了 爸爸我要给我要回家找爸爸 一父一母的没事 我们想听一下你刚好声音可以忽男忽女的转换是吗 是 来一段女生说话我们再听看 啊啊 臣妾做不做不到啊 啊 今年的侯爷不够疯啊 但是他这个声音虽然可以发出像女孩子的声音 但是如果把我留到最后一轮 一定会遗憾的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会唱一种更特殊的声音 更震撼的声音 什么声音 我刚刚那个马里奥密带物发出的声音 是 所以你们互相并不知道对方是真是假是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出她的破绽 介绍的时候她就她是她的手是在抖的 然后她她现在说话 有吗 她现在说话有她现在说话她的声音非常的压 我打起来了 不要动我的人 谁是你的人 谁是你的人 洋气的 我也喜欢你 停 停 其实选手在后台他们自己交流的比我们更多 对 而且他们不合 虽然那个她说是来认亲吧 但是我还是支持李玉钢多一点 什么 因为刚才这个李玉钢在这个唱歌之前一直是这样 对 我觉得 而且你那个霍霍我实在是觉得有点太那个 霍霍霍 对啊 好的 现在我觉得资讯还太少 我们想另外让两个人上来 我们来比较一下 我从魔阶的架上来 我从魔阶的架上来 漫长这些天 真文版 好 不是 我觉得她唱歌的声音跟她说话的那个图子 不太一样 是的 是的 好 再见一面 感觉知情特别不协调吗 哦 好帅 现在她会唱的卡罗斯 战斗长的帅子 留下 留下 哦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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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大家眼神都迟了 哈哈哈哈 但是说实话 这个歌 对吧 我觉得她不太像 是她的声音 овalký! 是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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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只有会唱 只有一个假的吗是 没有假 都真 我叫吴熙龙 你查他的律动感 躺在冰窗上 冬夜不想躲 看着荧幕上的脸孔 有个陌生人 出现不够一分钟 他拿着一件斗 扮演着一条梦 他带着一年笑容 会不会今天 这四个都是真的 到底他的名字 他的生活不懂 没人懂 对的太像了 没人懂 管他头痛不头痛 有人这样努力 我就觉得光 我的头痛不再痛 脑狗手伸出勇士悟空 普通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依然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可送 总有人被感动 不精灵的演员 不管有没有伴踪 谢谢龙 你为何这么使劲 假的啊 好我们刚才听完的是酷炫 变色龙 变色龙不是 他打拍子的方式太不一样了 我们常常说歌手范是什么 他会有一些习惯的动作 比如说杨坤的 烟头 比如说张学友的翘小姐 他们所有的身体部分 其实都是用来打拍子的 那你看到其他三个歌手 他们都有自己习惯的 打拍子的方式 比如说用脚尖在点的 还有我们这位外国的朋友 他全程就是换气 包括rap 他的身体的脚的蠕动 也是在打拍子的 只有变色龙是从头到尾 全身在打拍子 没有我觉得他是假的 我也觉得他挺假的 真的吗 场上他是最可疑的 你们都把嘴闭上 该我暗斗的时候了 不许瞎说话 我要暗斗 所以你们不要乱过目答案行吗 哦 娘娘名字 哦 我明白了 因为我们现在估计只有一个假的 那后面我们怎么选 我们俩都会赢 但他为了让我输 他就要把假的先留下 你怎么就知道是你说 论智商来说 应该是我输 你怎么还有自杀的啊 我的天 他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好 娘娘来 你上娘娘 还有名字 我都叫金城二了 我怎么可能还能赢 柳元咱们俩这样 好不好玩个好玩的 就一定要把那个假的留下 好吗 咱们选两个真的走 到最后一定要分出胜负来 因为上一把我就输了 我这把我还输 我就不信我输不了 姐姐 我可以弹一段键盘 让你帮我唱一下吗 哦 哦 他又流鼻血了 我觉得他有点像真的 假弹啊 这年头有假唱还有假弹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明显是唱的好 你像你去看 你看月亮带了我的心 好 她是会弹的 我也会弹 你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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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渊迪 来一个 李渊迪 来来来快 哇 哇水平完全不一样 好帅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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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是真的会弹 诶 鉴定完毕之后你是歌手 哈哈 哈哈 李云朗 你是江声乐的老师 对 所以你又教钢琴又教声乐 对 钢琴和声乐有什么共通点 如果能弹钢琴的话 唱歌上面的乐感 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好 你看一下左边的三位 你觉得哪个最像假的 我觉得他们都像歌手 所以你是认同他们的 我不完全认同 这个决定权应该交给 蒋欣和柳源 好 非常好 第二位 老师好 你希望你被淘汰吗 当然不希望了 我希望留到最后 把最美丽的声音送给大家好不好 所以你很有自信 是的 你作为哪个人 你觉得最假的 他 还有他他 所以你觉得除了你之外 其他三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正确 你觉得你自己擅长说谎吗 呃 我不擅长说谎 我是因为阳光帅气 对没错 我就是自信的那种 很好 因为他们说我可能是说哎呀话多可能不自信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阳光帅气的一个 第三位 你会唱歌吗 我会唱歌 说谎的人是交不到女朋友的 肯定是导演组安排的不是你的错对吗 不不不我是真的 而且我有女朋友了 非常好 来 外国朋友 我真的会唱歌 刚才这是你的声音吗 是的 是的 是非常我的方格 你唱歌唱多少年了 創下我唱歌 如果今天大家都觉得你不会唱 而你要离开这个舞台 你会觉得很伤心吗 对不起 我是外国人 我怀疑你是听得懂的 只是你故意逃避我的问题 我不明白 如果我们不认为你能不能唱歌 我不需要相信这样 因为我知道我会唱歌 说的资讯 已经摆在各位的眼前 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 特别明显 那我跟蒋星达成一个协议 我们到底是选真的还是选假的 我们一定要留一个假的 因为要留这个假的 我们最后才能证 才能评出胜负啊 变色龙他一定是假的 所以你一定要留他是吧 我一定会留他 好 我保证不淘汰你 宠物店老板我会选他 你选哪个 好 那我们来选吧 死到三二一之后呢 请按下你们的选择 请按下你们的选择 三二一 歌手是谁 蒋星认为 孙肖磊是假扮者 老板走了 我们这把玩好玩的 就是要留假的在 然后我跟柳妍 就分一个胜负嘛 哇 现在已经不在乎真假 完全只是为了 最后的胜负来做决定 你要让一个会唱歌的人 离开这个舞台吗 要不然所有人都没有奖品 对吧 那他有可能是假的 有缘姐姐 我没办法跟你一起 决战到最后了 但是我还会 依然把最好听的声音送给你 娘娘选的好 好 我选了 他肯定会把 华妃娘娘的李云迪选的 好 选得好 歌手是谁 留言认为 罗义航是假扮者 怎么样 李波尔你还要跟我拼了吗 你带我拼 这个选择 是有私人恩怨在里面的 我觉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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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宣错了 好的 决定已经做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试唱的时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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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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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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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全身 击雨一个拉倒气 哇 那个声音 不像一个男生身上发出 来的 我就一猜她就一定会唱李鱼刚的歌 小溪妹妹 你要把我逃出去了 因为我就觉得她一定是这个型的 为什么呢 啊 因为他这样子的嘛 但是我平时是很man的 在座都看着说他唱得很好 都是在布局 布局 没关系 我很愿意成为柳妍老师 成功路上的一颗棋子 我像是一颗棋 请他任由你决定 我一定支持他会赢 那真实身份是什么 真实身份是一个歌手 拿一把刀就可以割自己的手 对 一定是歌手 那个宠物店也是真的开着的吗 是的 开的是另类宠物店 就是说一些蛇啊蜥蜴之类的 那么大家对提到这些 有时候会怕 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他们都是我们无声的伙伴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 那么震撼的歌声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谢谢孙香蕾 掌声再一次送给他 东风风行歌手是谁 由你验证 来 过去 他的声音很像的 大家都觉得你不会唱 没有觉得很伤心吗 我不需要伤心 因为我知道我会唱歌 我会唱歌手是谁 可以唱歌手是谁 可以唱歌手是谁 我会唱歌手是谁 你每次都会唱歌手是谁 你存在我上升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那个光子围着它转的时候 你知道它就像一个天使 我看你现在你很像花痴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大家好 我是罗亦恒 我真的是歌手 我现在正在录我自己的专辑 真的假的 你的专辑叫什么 这是我的名字 罗亦恒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罗亦恒的名字 他其实已经是网络红人了 看过看过 很火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连续两位实力者的离开 却丝毫没有对京城二美造成影响 两位早已笃定 吴希龙就是那个不靠谱的假扮者 只要能把他强载给对方 那胜利就是属于 柳妍 将近谁能拔得头筹 获取这个至关重要的优先选择权 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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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丝毫 柳妍 柳妍 那 我 他也是拼了 他也是拼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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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得出来 虽然最后 他没劈之前已经断掉了 但他动作相对来讲 比较复杂一点 他那边是靠演技取胜 比我个人的话 我可能偏向于 刘谦老师 刘谦老师 刘谦 今年的枫叶 好像不够红了 我选纯一可以吗 好快点把我弄到这屏幕上面去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谁能够获得 优先的选择权 Oh my God 太紧张了 我看来赢了的人数 他当时的恐怖增强的 不会 你赢了 现在 蒋新 请你来选择了 这两位 你选择谁进入你的阵营 哎呀 这还用问吗 王力宏那样的 那就是这一位咯 朗朗和李云迪的和珅 其实我想说 可能你们都错了 没关系没关系 你过来 我不会嫌弃你的 因为我待会一定会把你换掉 变色龙可能是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 最最嫌弃的一位选手 他打拍子的方式太不一样了 场上他是最可疑的 我待会一定会把你换掉 用心成就美好生活 东风行独家冠名歌手是谁 风行汽车 首款全能家用七座MPV 风行S5版 精彩登场 本栏目官方指定产品 小明一轮台小儿节感颗粒 纯中药一次就一勺 现在大家可以参与 精浪微博歌手是谁的话题互动 来赢取奖品 那最后被留在我们现场的两位选手 将会获得由全球家居用品 特卖频道环球购物 所提供的一万元的礼品 也要和电视机钱 手机钱 地脑钱 iPad钱的观众朋友们说 您现在也可以用手机微信 摇一摇 来竞猜谁 到底是真正的歌手 如果您猜对的话呢 将会赢取索尼自拍神奇 Kawaii主名好运 反转的机会就来了 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 第三轮X来袭 第三轮规则 X来袭 他会是歌手吗 是相信X明星 还是相信身边选手 X是可以救命稻草吗 陷入被动的流言 能否反败为胜 真假成败 在此一局 李世鹏 国内知名男演员 他是赵丽颖生活中的男闺女 在陆珍传奇中 却饰演折磨陆珍的坏舅舅 要不然 我们先下手一枪 他是爱情睡醒了 下加三千斤 一起来看流星女中 夺人眼球的男配角 任何男主角 都掩盖不住 他搞笑抢气的天分 如此多面灵灵的他 还会唱歌 你相信吗 这太不像打车了啊 帮我送他回家 有时你也曾经爱上过 他曾经如同样无法自拔 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 却教我 也太早奉起他 把过去 他说出一段神话 然后笑彼此一样地杀 我们就能 在乎他 却被他卷捕抹杀 越疼他 越相信 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他 怎么想 应该继续才怎么 还是说好权话了吧 这有一个成年失恋的方法 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家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 就在记忆里话语多长 就在记忆里话语多长 他长得有点像太多星老师 没有长得明明就像江南鸟叔 在唱草莫的歌 嗨 大家好 我是国内著名青年演员身边的绿叶 李士堂 谢谢大家 像我这么多年捧红了多少的小鲜肉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歌唱得非常好 我跟他一块去KTV唱过歌 所以线索应该在你身上 我曾经呢 是一个舞蹈演员 这个是真的 我来一段四小天鹅怎么样 好 坐起来 我已经可以知道 他是会唱还是不会唱的 第一个线索 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回放好了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这一段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看到这一瞬间没有 这一瞬间证明了 他是会唱还是不会唱 对对对 第二个线索问题出在萧萧身上 萧萧身上 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跳芭蕾的 而声萧萧接的一句话 我曾经呢 是一个芭蕾舞演员 这个是真的 这句话给的线索 有有有有有有 能给各位做参考 我完全了解了 你们旁边的伴 想和LX交换 或者 继续保留他们 排上这位老师呢 舞跳得好 戏演得好 但是 但是唱歌应该是有问题 一是嘴梅对上很多次很多醋 二是因为萧萧 我们老师在那里说 我唱歌唱得非常好 然后我根本没看他 我在看肖肖 肖肖的眉头紧索 非常尴尬的表情 但这个时候柳妍就要去思考 哪一个更有可能会唱 更有可能不会唱 做出选择 我问一下观众吧 因为这关乎到 待会儿我们有没有可能 最后一次机会拿奖品 信誓旦旦要把吴契龙 换出去的柳妍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X似乎比吴契龙 看起来更加不靠谱 那他到底是换 还是不换呢 要不要换 换 好 我们就不换了 所以你们肯定他不会 是假的吗 那你们肯定也不会换的 我们肯定是不换的 如果你真的会唱的话 我们全部都会跟你道歉的 我是准备好了 不知道其他人准备好了没有 现在就是你洗刷 晕屈的时刻了 接下请正面自己 带来你真实的演唱 请 我是国内著名青年演员身边的绿燕 台上这位老师都舞跳得好 戏也很好 但是唱歌应该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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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会无咎 我相信我会无咎 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 不该让女人流泪 至少我尽力而为 就相信我 别再散躲 我愿陪你 直到最后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至少我尽力而为 相信我 谢谢世鹏 谢谢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你们在这样的歌声当中 还挥得这么有节奏 真的大鹏 我要跟你说 你多年营造的偶像的形象 坍塌了 观众们 你们开心吗 开心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世鹏 谢谢你能来 电视机钱 还有手机钱 电脑钱 iPad的钱的观众朋友们 您也可以下载 优酷土豆 APP同步网络 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登录 优酷土豆 专题页面报名 歌手是谁之假唱大战 您将会有机会 被我们的节目组选中 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 赶紧拿起手机微信 摇一摇 来净猜真假 如果您猜对的话呢 将会有机会获得 索妮自拍神器 Kawaiya 那接下来 我们要开始 最后的一个验证了 要翻牌的时候了 东风风行 歌手是谁 由你见证 你先慢慢上去 没事调整心情 调整最好的状态 我会跟我身后的观众说 不要对他失望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 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柳妍姐我是真的 我相信他 意外上没相信过 吴契龙的柳妍 难道就真的相信他了吗 会有意想不到的反转 发生吗 勇敢的少年 会去闯到奇迹 我相信他 我是真的 你是学音乐剧的什么 我学音乐剧的 他其实讲话都充满了节奏感 我一直看 我去门 你 你 我说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 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那些痛的记忆落在全的泥土里 滋养了大地开住下这个环境 风中你的泪滴滴滴滴落在回忆里 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刘云姐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曲名叫做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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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名叫他 曲名叫小莎 小鲤鱼 其实会弹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相信你是钢琴家 我相信你很会弹钢琴 小鲤鱼鱼胶补血颗粒 祝你气趣族精力旺 小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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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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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擁抱一下你的這位唱得這麼棒 哇這真的嚇死人了 劉維那邊已經按捺不住了他要衝上來抱 去吧去吧 快點介紹一下你的真實身份 其實我真的是一個音樂老師 我鋼琴是從小從五歲開始學 我非常喜歡流行所以我也在唱流行 但是美聲是我的專業 所以我會一直唱下去 我覺得剛才還沒有聽夠 對可以輕唱幾句嗎 因為我覺得剛才太不真實了 而且唱美聲的人一定都會唱一首歌 就是今夜無人入睡 好今夜無人入睡的最後一個碰到 好今夜無人入睡的 本場獲勝的是蔣欣一組 恭喜 那蔣欣身後所佔的一百位粉絲 你們也獲得環球公務所提供的大禮包 每人一份 恭喜各位 我們也說了 輸的這一方是要接受懲罰的 懲罰就是 柳妍今天請你為獎金身後的一百位粉絲頒發禮物 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要接近尾聲了 最後我們要感謝網易網易客戶端 新浪新浪微博 鳳凰人民網 今日頭條 ZAKER AC Phone 多米音樂網易雲音樂 天天動聽 見面新聞一點資訊 我拍APP酷我APP 酷狗音樂 青天FM唱8APP 愛唱APP 百度手機助手和百度K-pop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再次感謝各位的關注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不管他走中不走中 有人這樣努力我就覺得關我 我的頭痛不再痛 兩個身體又有守 kaf publishing 黃昏黎明 有你悼心強道不行 黃昏黎明 整個都戀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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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gn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